唉 明天就要去美国了 我的行李全部都没有收拾 怎么办 我现在可以收拾 这是我的大箱子 我听说啊 那边啥都没有卖的 我这个生活怎么办 我得带点火锅料理还老干妈 放开 然后 对生理期还得带姨妈 对 放开 然后还得 不对 万一人家让我天天吃鼠 然后吃汉堡 我怎么办 我得自己做饭 把锅完瓢粉全部放进来 救命啊 谁来帮我一下 刚才那些琐碎的东西都不用带 美国这边都有卖的哟 大家好 我是Amy 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出国旅行 可以带的一些行李 和不可以带的行李 首先呢 我们要出国旅行的话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 带 钱 很多很多钱 其实也不是啊 如果你要来美国的话 你所携带的现金 它是有一个额度的 不管是你个人身份 还是家庭身份 你一组这样来的话 只能最高限度 只能带1万美金 如果你要带超过的那个额数 你必须填写一张表 叫Finson 105 这张表的链接我会放在屏幕下方 你可以去查 我身边就有一个实例 就是朋友的家人 因为现金带的数量太多 他运气又不是太好 被查出来 然后全部被没收了 没有跟大家开玩笑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严重的 希望你们可以提醒一下过来玩的亲友 然后呢 除了钱以外 当然你们还要带上一些你的证件 比如说护照呀 还有出关的一些文件 钱和证件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放在随身的一个小包 方便拿出来 然后你们可以准备一些硬币零钱 这样的话方便你去打电话呀 或者是取机场的推车 说了这些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以外 我们还要说一些放在行李箱里的东西 建议大家带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 然后简单的洗漱用品 这些是旅行中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方便的 即使你可以买 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可以买的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暂时先用着 说到这儿呢 行李打包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以Amy主播个人的经验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你可以带的非常有用的小东西 可以在飞机上用到 第一个呢就是便携的拖鞋 然后因为旅程比较长嘛 你的脚肯定觉得很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高跟鞋换下来 换成拖鞋 好好地休息休息 第二个就是U型枕 这个枕头可以在飞机上睡觉的时候用 如果你不戴这个枕头 可能第二天就出现呃的情况了 然后第三样呢 就是因为飞机上是一个比较密封的空间嘛 所以它空调会开的巨冷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毯子 是不是会很好呢 好了说完了所有的这些Amy 可以建议大家带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坚决不可以带的东西 第一样不能带的东西就是种子 有很多亲友来的时候 他会想在美国待一段时间 然后他还可以想种个菜什么的 玩一个开心农场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在美国这边有一些法律认为 你带种子过来可能造成物种入侵 听上去有点扯对不对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带 所以第二样不可以带的就是活物 怎么定义这个活物呢 我并不是说那种办好各种疫苗 挣的虫狗啊虫猫什么的 我说的是像鸡啊鸭啊 这种鱼啊这种家禽类的东西 然后我个人听过一个非常疯狂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真人真事 就有一个人他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然后他就带了几只活的小龙虾 他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想关节 但明显是没法过去的 所以他想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他把小龙虾放到地上 让他自己爬过去了 并且这招还真的work啊 真的成功啊 以上动作非常危险 千万不要模仿 如果他被查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这个虽然是一个真事 他也过去了 可是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 你想投机取巧的话 带着这些东西 我也不是说你完全不可能被抓到 但是一旦被抓到 惩罚非常严重 所以大家还是尽就不要带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 接下来的一期 我们将会做关于机场登机的详细介绍 所以赶紧订阅订阅订阅吧 重要事情说三遍 你订阅之后就会有一个自动的提醒 你不会错过任何一个video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给我们thumbs up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对不对不对 我还没有走 我还没有说完呢 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重量通知 就是我们Amy说一说工作室的官方微信学习群已经开通了 我把微信号放在屏幕的下方 你们可以加这个微信号 到时候会把你们拉到那个群里去 好了 现在我们真正说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